今天這個活動是誰組織的 我組織了 每當看到中國的強調在反抗 我們往往會既感到欣慰又感到痛心 感到欣慰是因為又看到了希望 而感到痛心是擔心又會發生像六四一樣的結果 白紙革命究竟能否改變中國 其成功或是失敗的關鍵要素是什麼 習近平面對四起的民意接下來會怎麼做 他的弱點又是什麼 那麼今天就來和大家聊一聊相關的話題 我們知道幾乎沒有哪一個民主國家的自由 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所爭取來的 這些成功往往都會有一些先決條件 我們從東歐巨變到天鵝戎革命 德國柏林牆的倒塌 再到韓國和台灣的民主化等等 這些人民的鬥爭之所以能成功 看似都有了極其複雜的歷史背景原因 但其實他們的背後都有這一個極其簡單的共同點 我們知道在冷戰的末期 華約的國家因為經濟不好 產品短缺造成商店門口大排長龍的景象 這是波蘭的首都華沙民眾物資短缺排隊購物的畫面 這是羅馬尼亞民眾大排長龍購物的場景 在當時的蘇聯也是同樣要排隊數小時才能買到麵包 排隊購買食物的長龍甚至蔓延了幾條街 面對即將受薪的食物 人們難以掩飾內心的憤怒 那我們看著上述這些畫面 今天的中國人是否覺得有幾分似乘相似 沒錯啊 這不就是今天的中國天天排隊做核酸的畫面嗎 或以今天中國的物資並不短缺 但是長期的這種不變和等待 給民眾的心理所造成的厭倦情緒 其效果和東歐的人民排隊購買麵包 給人們造成心理的情緒幾乎是完全相同的 面對民眾的積怨 中國和當年的東歐蘇聯所採取的應對方式一樣 用高壓和恐怖式的管理來打壓民眾的積怨 人民有怨氣卻得不到釋放 任何抱怨政府提出批評的聲音 甚至被定制為反革命 我們都聽過蘇聯那個老掉牙的笑話 一名老人在寒冷的冬天不幸落水 兩名警察恰巧路過假裝沒有看見 於是老人集中生智大喊了一聲打倒共產黨 兩名警察立刻掉頭跳入了冰冷的湖水 將老人逮捕別以為這是笑話 而今天的中國是不是也發生了同樣 因為被封控在家中得不到足夠的食物 於是真的有人在家中被迫高喊打倒共產黨 你們把我抓走吧 我去監獄裏至少還有飯吃 當然東歐革命的成功和蘇聯的解體 僅僅靠民眾長期的積怨是不夠的 在蘇聯解體的時候 甚至連大多數蘇共體制內的人 都也對這個黨看不下去了 於是當葉里青宣布解散蘇聯共產黨的時候 會場裏不但沒有一個人反對 紙巾臺下傳來的雷鳴巴鴻鳴的掌聲 就連中共的學者也總結出蘇共的解體 是由於失去了民心 用中共的話說叫做黨脫離了群眾 那麽當東歐各國推翻了共產黨 蘇共解體的同時遠在東方的中國 其實比他們還更早的進行了顏色革命 按照鄧小平的話 韓國臺灣也在這樣的國際大氣候中 紛紛完成了民主化 這樣的劇變讓中共和他們的死忠粉感到恐懼 他們將顏色革命定義為貶一詞 認為顏色革命是美國CIA這個壞人 所策劃干涉他國內眾的行動 但是我們反過來想這個國家的政府 已經失去了民心就好像違背婦女的意願 不得人心一樣 如果有人想去光棍村解救被拐賣的婦女 這好像的確是干涉了人家村裏的家務室 對於光棍村裏那些買老婆的男人來說 干涉我們家務室解救婦女的境外勢力 簡直十惡不赦 可是如果我們以一個正常人的三觀來看待這件事 無論這些人如何強調這是他的家務室 他究竟有多麼愛他的老婆 那也不能成為他肆意違背他人意願限制他人自由的理由 那麼對於前來解救那些婦女的境外勢力 究竟是正義還是邪惡的呢?恐怕只有土匪和強盜 才會覺得這樣的境外勢力是壞人吧 那麼所謂國際上的大氣候更簡單的說 不就是被強迫拐賣的婦女看到別人家的媳婦可以自由的進出 可憑什麼我還要活在恐懼中每天看丈夫的臉色? 所謂國際上的大氣候不就是大清國的子民們看到別人都君主立憲 公民都可以選舉了?憑什麼我們大清國的子民還要跪下來喊萬萬歲? 所謂的國際大氣候不就是東歐和蘇聯的民眾們看到了美國人民的生活? 憑什麼美國人都吃上了肯德雞肉蛋奶 而我們還要排隊數個小時來買麵包?所謂的國際大氣候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居民們來說 憑什麼別人都自由開放了?而我們還要每天從雨中排隊數小時捅嗓子眼做核酸被封在家中沒有自由 這就好像壹個被極端保守傳統的家庭所壓迫的婦女 當他不小心發現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男女平等這種事 自然會對自己家的環境產生強烈的不滿 這是一種非常正常的人性 但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依然有一些國家即使是這樣簡單的人性的訴求 也會被稱為是一種罪 於是那些國家為了安撫民眾就編造了這樣一個故事 你或許會認為老和尚欺騙小和尚女人是老虎 非常的弱智和可笑 可今天的中國政府不就在每天做的同樣的事情 比如最近英雄聯盟這個遊戲當中有一個職業叫暴君 香港母門覺得說暴君是在暗指習近平 於是把暴君這個職業的名字給改掉 他天真的以為遊戲裏沒有了暴君這個名字 大家就不會再想到習近平是個暴君 他們真的就弱智的相信 只要小和尚永遠都看不到女人 就不會有喜歡女人的想法 中國有句古話叫人之初性本善 人類向往自由追求平等和善良的心 是深深的寫在了我們基因裏的東西 不可能通過後天的努力去改掉 舉一個再自敗不夠的例子 各位異性戀的直男們 要給你怎樣的思想教育和洗腦 才能讓你愛上一個男人 但是啊現實中 習近平金氏家族沙特伊朗的神權政府 和200多年前美國南方莊園的奴隸組們 他們深信他們能夠改變人性 於是甚至不惜為此編造謊言 美國南方的奴隸組不允許北方 費奴的自由的思想在南方傳播 沙特伊朗不許供應美國的電影和音樂 朝鮮人以為美國和韓國都是露宿街頭 生活在水生活的之中 他們甚至堅信漢堡是金正恩同志的偉大發明 我們的習近平同志也不落後 他下架國內的美劇動漫 加強網絡防火牆和言論的管控 他天真的認為民眾只要看不到美劇 不知道別人家的事情 就會認為在今天的中國 所發生的一切都是正常的 看不到別人家的公平 就可以在自己家裡為所欲為 可是我們知道即使再努力的 通過壓制人的本性來控制你 或許在短時間內有效 但是絕無可能長久 但是偏偏啊習近平共產黨 或者說所有的獨裁者就是愚蠢的 認為人性是可以被編輯和改造的 他們甚至為此發明了一個詞彙 叫做思想改造 習近平同志還為之付出了實際行動 他在新疆建設的集中營 也就是中共口中所謂的在教育學校 面對老百姓被壓抑已久的反抗 習近平和政府不關心中國政府做錯了什麼 他們只關心的是誰他媽組織的 就好像一個天天被家暴的女子 有一天忍無可忍的頂了一句嘴 丈夫怒斥 誰給你的膽子誰教你的 是不是那個從來不敢打老婆的 隔壁那個境外勢力老王 你是不是和老王咬一腿 然後又是一頓暴打 那我們再說白紙革命究竟能否成功 獨裁者統治人民啊 就好像非洲草原的幾隻獅子 統治成千上萬頭腳馬 他們統治我們啊 就是因為我們都有腳馬的思維 其實明明腳馬只要團結起來 一人一腳就能把獅子踩成肉泥 可是啊 我們的所有的個體都和腳馬一樣 都有讓別人先上自己先跑的私心 不過大家不必絕望 非洲草原上還有另外一種動物 叫非洲野牛 非洲野牛多數也有和腳馬一樣的思維 但是往往有的時候 就會跳出幾隻勇敢的野牛 就可以擊退獅群 從獅子的口中奪回自己的同類 那麼非洲野牛的成功 是因為非洲野牛懂得團結嗎 倒也未必 而是因為他們的少數個體 都有一點暴脾氣 那麼其實這樣的暴脾氣啊 正是我們溫和的東亞人 中國人所欠缺的 而且共產黨 他也不是頭腦簡單的獅子 共產黨通過多年來 維穩機器的基礎建設 天眼掃臉 微信控制 為的就是應對這一天的到來 那麼面對中國年輕人的反抗 他們有如下幾種手段 來對付暴脾氣的非洲野牛 首先他們會通過高科系的手段 在民眾示威出門之前 就精準的攔截示威抗議的群眾 這套手段 在對待上方的訪民 已經有多年實際操作的經驗了 那麼假設啊 上述的手段失敗 他們還會啊 用對付腳馬的思維 抓挑頭者殺雞儆猴 如果局勢比較敏感 他們還會避其锋芒秋後算賬 假設這一步也不奏效局面升級之後 他們還會通過高系的手段 切斷網絡 阻斷民眾之間的信息和連接 讓你覺得你是一個孤立者 再退一萬步說 即使上述都不成功 他們還有一個必殺技 叫做組織群眾 鬥群眾 畢竟14億人中 覺醒的還是佔少數 即使再不成 事態再更嚴重一些 他們還會 讓川編譯的特工潛伏在群眾裡面 栽贓嫁禍群眾 給他們扣罪名 為之後的暴力鎮壓 做正當性的準備 河南村鎮銀行的黑衣人 香港的白衣人 都已經充分的證明了這一點 再推一百萬步還不行 他們還會出動防暴部隊 還不行 那還有坦克 聽到這裡啊 大家可能會感到絕望 覺得說白紙革命難道 勝算真的就小於百分之一嗎 可是百分之一的勝算 他也是勝算 怎麼說呢 讓這個勝算逐漸變大的 就是習近平自己的桌 引用中共學者的一句話說 當年蘇聯這個黨之所以解體 是因為他脫離了人民 而習近平今天所做的一切 正在非常努力的加速這個進程 如果中國再被所謂的清零政策 繼續封控幾年 僅有的這百分之一的勝算 可能會成指數性的直線增長 另外今天在街頭上高喊習近平下臺的事情 習近平本人甚至都有可能不知道 因為無論以任何的方式 試圖想要勸習近平的人 都可能會被定義為反對清零 也就是反對他的人 所以習近平正在堅定不移的 非常努力的做著他認知範圍內 他認為對的事 這就是所有的獨裁者 都會必然掉入的陷阱 面對民眾的反抗 他一定不會認為是他的錯 他會覺得錯就錯在 正每天這麼努力在為你們做事 你們竟然還這樣 那一定是正對你們這些刁民太過仁慈 刑罰還是太輕了 為什麼老想往外跑 外頭的世界樹皮都啃光了 我好不容易把這個一窮二白的地方 經營成了世外桃園 就是希望讓你們能夠安居樂意 我只不過就是讓你們大家都聽我的 我哪點錯了 我給過你們這麼多 還有人不想待在這兒 習近平日後很有可能會加重尋釁滋事的刑法 甚至還有很大的可能會學他的偶像毛澤東發動群眾 讓父母兄弟姐妹之間互相揭發回歸到文革 一旦這麼做也會讓體制內的人 對他的統治越來越厭倦 就會逐漸滿足類似於蘇聯解體的條件 所以從短期來看白紙革命或許讓人感到希望渺茫 但是從長遠來看中國人追求自由和公平的人性 是無論如何都不會被任何人說抹殺 無論獨裁者們如何努力 在今天中國我們依然可以看到豆瓣電影評分排名第一的是講述反抗強權與不公 追求自由的蕭生克的救贖 而不是宣揚雖眼必誅的戰狼 豆瓣影評排名第二的是諷刺文革的霸王別姬 而不是自我吹噓自賣自誇的建國大業 這就充分的反映了愚蠢的獨裁 絕不可能戰勝人類追求自由公平和善良的本性 所以請大家不要對中華民族的未來感到絕望 中華民族的未來感到絕望 愛情五臉雖然會同時 在聖交囊中華民族 list 絕情瞭